比赛开始这边北控是拿到了第一波进攻球权 不断的撕扯防守 调动对方 同伴的机会会更好 好球 好跳不进去 就像这种球连续地突 连续地然后最后再去冲击篮筐 其实小金这球还可以再分一次 和赛季初相比 气势 气质方面 确实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你要一般的年轻人一次错误就下来了 电宇航身体确实好 电宇航那边太快了 是 小丁第一步启动 其实很多欧美球员也防不住 这球看小丁那个人 就是许孟金是旧式的一甩手 碰着小丁 可能给人感觉就是在抓背心 两罚全正 山东队逐渐地把这个分数再缩小 NBA像你说那种走步可以 刚才理之道已经缩了 说对NBA这赛季 推的走步 推的比 国际比赛要延呀 也要延 肯定是不行 要延 秀孟金终不离 一点 他山东队反击 电宇航对球是先制造了这个虞树龙的犯规 太薄 所以看着小丁 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坦克撵过来之后 你能往后退 退着 你后卫也是一样 我这个后卫 老后卫上场了 他传球舒服 我跑快攻的球总能过来 对 所以说技术跟技术 都能到高水去 还都是心理 电宇航往底线转的一下 稍微有点慢 看张春军 底脚的高分球有了 看一下小丁 给到罚球线的甲城 这就是巨星球 漂亮 没错 关键他这大跳舞之后 他稳定性还非常好 对 现在还是躲 那些有高度 你看进攻都躲 对击很快 漂亮 好球 好球 小丁推进速度非常快 省得后卫接应 兰多福的一记三分球命中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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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这种球了 金工姐今天非常多 那这个莫泰 你就让你得分 你一共能得出多少分了 对 他俩人又是50分 对 打好又是50分球 那丁宇航可能奔成三四分去 好球 丁宇航那边是又给 这个莫泰送出了助攻 找到这个投篮的节奏 吼吼吼 吼吼 叶宇航那边 趁阿巴斯过来了 换了一个空中拉杆 这都是挺好的位置 过来之后 参东队继续打反击 主要球员消耗已经很大 这场比赛你现在可能 可能拿回来的几率不大 叶宇航 刚刚卖线又还了一个 就是你每一次自己打进好球 对面都能还一个这个 终结这一下处理好 一传速度很快 叶宇航 好球 上篮了终结 很低调 好自己去舞 对 好那这样的全场比赛 还剩0.7吗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的山东队是 127比90 在主场大比分 击败了北扣 新潟